我現在示範一個主題 我們講到愛人年紀 例如我們看經文 愛人年紀 我怎樣去講神的恩典 去鼓勵人去愛人 這個是集中在神做什麼 第一 神預先已經愛我們 我們當還作罪行的時候 神已經在愛我們 祂已經認識我們 祂知道你是誰 祂已經揀選你 所以祂已經在永恆裡愛我們 當祂拯救我們的時候 神就用愛來吸引我們 透過福音的訊息 或者有人的關心 有人的傳福音 就讓我們看到信耶穌的人 的確是有一種愛的 是不同的 是可以感受到的 即是入到教堂的人 如果是一個愛心的教會 你會發覺被關心被愛 這個都是神的愛的表達 而神的靈就會在裡面搞動 會感動我們 令到我們的心 有些人被邀請信耶穌的時候 那個心真的很想信 在裡面神就產生這種 倚靠神的心 以及一種被愛的心 而當他一信耶穌 他就開始眼睛就光明了 我現在一直說 主委是神的 神就令我們眼睛光明 看世界不同了 原來有個神這麼愛我們 原來人有盼望的 神在裡面就會活著 祂就會提升我們的靈命 令到我們有愛人的心 祂又會清理我們裡面的垃圾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生氣人 不原諒人 覺得有些人很不好 一些壞人 在心裡面可能有些奮世疾足 但是神就會在裡面感動我們 其實他們都很慘的 都透過聖經的話語 讓我們看到一輩子都犯了罪 其實他們很慘 他們沒有盼望的 神就會感動我們 讓我們有這個心去愛他們 而當我們不肯愛的時候 神又會感動我們 讓我們看到 你看看我怎樣愛你 我怎樣幫你 我都 你不聽話 我都怎樣幫你 我都一樣幫你 你可不可以去愛這些人 神在裡面跟我們對話 有個對話 一路提升我們 讓我們去回應神 去關心人 去愛人 那麼 也都很多 在某些情況 神就會感動我們 去關心人 去愛人 譬如說 去愛人 你去幫他 神也會給我們裡面 有一種滿足的感覺 尤其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這是另一點 有一種滿足的感覺 這種喜樂的心 就會令我們很想去幫人 很想去愛人 有這種動力 還有聖經的話語 也會鼓勵我們去愛人 聖經的話語 就會提醒我們 我們愛人 神就喜悅 一杯糧水給一個小招 都不能不得賞賜 原來我們愛人 就算是最少的事 神都歡喜 跟世人不同 世人來說 我們做什麼好的事 神未必那麼歡喜 當我們這樣愛的時候 神就會永恆的賞賜 所以當我們想到 原來神一直提升我們 成為一個愛的使者 即是提升我們的生命 一路去一個高的層次 成為一個愛的使者 將愛帶到周圍的人 去感染周圍的人 我們就會看到 原來我們是一個被愛的狀況 改變我們 令到我們去愛人 即是我是一路形容神 做什麼 用各樣的方法 一方面有聖經的 聖經講 神怎樣改變人 神怎樣感動人 會帶領人去愛人 即是神會做這些工作 也有聖經的話語 提醒我們 所以我們講到 神的恩典 可以用不同的經文 你一愛人 神就歡喜 神是喜悅你為人 做任何少的事 一杯涼水 神都會歡喜 神也會提升你 當你愛人的時候 神就會提升你 去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叫你成為尊貴 若有人服事我 我負必尊重他 這些都是不同的原因 是令到人會說 原來我愛人 我的生命就會 神就會尊重我 我就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我生命就會提升 並且進入神的計劃 即是說 我會將聖經裡面 不同的點 關於神怎樣幫到我們愛人 去用聖經的說話 講出來 而可以加上一些我們的經歷 加上一些經歷 甚麼呢 本來可能 都很難愛人 但神會感動我們愛人 神會提我們愛人 神會在親近神的時候 令到我們覺得 哎呀我生氣的人 真的很不對 我去搖說他 即是神會多次這樣 去帶領感動我們 而當我們愛人 神就歡喜了 這樣 這樣呢 鼓勵人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他這樣說 你知不知到 當我 聖經告訴我們 神是一個愛人的神 我現在 譬如你 我現在和一個人聊天 即是我列出不同的東西 我現在和一個人聊天 我鼓勵他愛人 我會將這些 綜合在一起 怎樣說呢 我想大家能夠 練習到這樣的說法 就是我會說 你有沒有留意 當你開始認識耶穌 和基督徒幫你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 被關懷 被愛 有沒有覺得 神的愛來到你身上 即是你聽到聖經說 神愛世人 以及那些基督徒的接立 令到你覺得被愛 然後當你一信耶穌的時候 你就發覺裡面 有一種愛的動力 你就覺得 很想幫人 不過可能同時 又有些阻力 因為有些人不好 所以有點生氣 但生氣 神又會感動我們 神又會透過經文 你沒有遙說人 神都不遙說你的 神怎麼愛你 你又怎麼愛人 聖經會提醒我們 我們發覺裡面有個對話 會提醒我們 而當我們一愛人 聖經又鼓勵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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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一愛人 原來神就會紀念 一杯涼水 神都紀念 於是 這個就鼓勵我們 我們可以去愛人 當你一愛人 聖經就說 你愛人的時候 你服侍耶穌 耶穌就尊重你了 神就會提升你了 神就會 你的生命就會被提升了 你就是 雙身獻上當作活際 愛人 神喜悅 神就會賞賜你 你有永恆的賞賜 你所做的是金銀寶石 這些我全部都是 告訴你 神怎麼改變你 神會怎麼賞賜你 神會怎麼加力給你 你的生命怎麼提升 都是神做的事 有個神在前面 有神怎麼幫助我們 然後你分開說見證 見證是另一回事 我們幫人教導 就不只是說見證 我們做見證的時候 怎樣呢 我自己以前也不懂愛人 所以耶穌神就提我愛人 我以前也不懂得關心人 現在我懂得關心人 以前有點生氣人 但現在開始會愛人 這個就是見證 所以大家分到 一個就是神做什麼 另一個就是見證 大家回去可以去想想 比如我給你一個主題 你去想想 下個禮拜回來可以去討論一下 比如一個主題就是 神在我們心裡有奇緣計劃 這個CPM839篇16到18節 那裏講到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一天已經寫了你的策相 在這個經文 你可以看到神的什麼恩典 或者整本聖經 講到神在我們心裡有計劃 這件事神有什麼恩典 等我們講的時候 人們會覺得 真是神是 給那些有錢的父母 為子女預備很多禮物 都不及於神的預備的豐富 我希望大家明白到 原來講神的恩典 那種的鼓勵人 原來神這麼陪我們 這麼幫我們 這麼體重我們 這麼關心我們 我們個個都很寶貴的 我們就會有平安 我自己很深信 在神眼中 我是寶貴 你們是寶貴 所以就算沒有人支持我 沒有人回應 我都會裡面有動力 我會知道神體外是重要的 所以我就會盡力去發揮 就算人們抗拒 我都繼續去做 這個就是我的動力了 OK 大家試試想想 下個星期回來 你都可以看一下其他經文 你看完經文之後 怎樣可以用恩典推動人 大家會不會看到 用恩典推動是更加好過正是 你要記得愛人 有些人就是這樣 你記得愛人 你都沒有愛人 你要悔改 你要關心人 你問候人 為他祈禱 如果只是這樣說 有什麼分別 我會記得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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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리고愛人 要找到 他要找到 例如生忠賊 也因為愛人 也放到 你永遠 以為每個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